嗨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日 我們要來玩的是 Sore RNG啦 那到現在 雪兔遊玩的時間 雖說經過了一個假日 可是 剛好這個假日呢 都沒辦法好好的去掛網 有部分是因為 在假日的時期點 如果是沒有我們的 VPN的話 這個遊戲是連開都開不起來 真是有夠難受至極 到目前為止 我雪兔所點擊的次數呢 是 就是17.7萬 並且呢 遊玩時間是2天又10個小時 最高依舊還是666666 那在這段期間 雪兔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首先 雪兔呢 還在去農我們的重力手套 而重力手套這一塊 我只差最後最後最後的 這個 B O U N D D 這個東西 就可以全部圓滿了 因為第一開始是我們的齒輪基座 它製作起來其實沒想像中的這麼困難 但就只差 對 就只差這個 這個只要一做好 基本上我的裝備就已經算是圓滿了 接下來就是做開心的 就是做一些我所沒有手套而已 那再來的話 雪兔在這段期間 有在抽到些什麼 比較特殊的工環嗎 講個好笑的 在剛剛呢 我又不小心 是的 我又再抽到了一個哈迪斯 哈哈哈哈 你知道最扯的是什麼嗎 你是在600萬的時候抽到的嗎 我在600萬的時候抽到 什麼意思啊 我剛好在看 然後我就看 嗯?666萬分之1 What the hell? 我覺得很神奇耶 我在想說 哈迪斯這麼難抽嗎 說笑的啦 這句話不要亂講 好棒棒取用 對不起啦 上次有拿到這個虛擬吧 應該有吧 有點忘記了 對 我記得 上次好像沒有拿到虛擬 已現階段雪兔所收集的 已經把所有的哈迪斯之前的 應該都是有算 欸 星空 有機會嗎 有機會啊 要開始找啊 他是在這段期間 都有機率性會掉下 還是 不知道 但Piece of Star是必掉 我們可以先找Piece of Star 現在 雪兔是有接一個 欸 這個 對 這個是Piece of Star 酷啊 他是這個是隨機的 還是說 有固定的地點 他的重生點就固定了那幾個啊 我還以為 他只要有星空 就必出 沒想到他竟然是有兩個種類 可以簡正讓我意外置疾 沒有 哇 他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告訴你說有沒有 是不是 還是說一段時間他還是會 有可能會出呢 Stella的我不確定 但Piece of Star就一開始才有 然後是必出 Stella 沒了 再來的話 這個星光 我不確定上次有沒有拿到 其實我已經有幾個東西 我已經忘記自己到底是 什麼時候拿到跟什麼時候沒拿到 但是不得不說他這個公環的特效 自從大概十幾萬以上之後 都做的還算蠻不錯的 而且都有那個音樂 以及這個 100萬的這個未定義 這個100萬的未定義 看起來非常的不詳 我還以為他會有什麼樣的特殊的 可以互動的動畫之類的 結果沒有 他就是連音樂都沒有 就很像是被磨殺 你知道嗎 你是在100萬的時候抽到的 那你知道這個東西 只要在特殊天氣 只要1110就抽到嗎 在一個叫無的天氣 叫怒王 但你是在100萬的時候抽到的 你這個也是很扯 再來的話 是這一個 1024000的 叫做磁鐵反擊 我還蠻喜歡他的特效 這個磁鐵反擊的特效 是真的蠻帥氣的 做的很炫炮 還有 前幾天有抽到這個天空 我蠻喜歡這個天空的音樂 他音樂很好聽 很放鬆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在掛這個 SORRNG的時候 你可以聽著這個音樂 然後 就 能這樣掛著去做其他事情 但是我覺得 他這個滾到 卡卡卡的聲音 是還蠻讓人家出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不要有這個滾動的音效的話 推薦就直接去 你那個收藏去找一下 他的原本音樂 叫什麼 你去Youtube聽就好了 之後就沒了 那現在 因為雪珠身上呢 有蠻多的異國情調跟 會心 這些東西我在想要怎麼塞 異國情調 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塞了 所以 我應該是要去 教學那邊 來把這個 異國情調給他塞再進去 他是可以一直 重複塞進去的嗎 還是說不行 你要塞一個 之後完成再塞下一個 那麼討厭啊 兄弟我是你陽光 你是我陽光 我唯一陽光 他說我還沒有完成他的任務 這要跟這個鍋子玩 這要塞哪一個啊 天堂藥水還是宇宙藥水啊 都塞啊 反正你缺空間就都塞啊 宇宙藥水他是怎樣啊 他會給你一個星空的效果 就是 可以抽到星空才有的方法 哪一個是最稀有的啊 藥水的話 當然是天堂啊 天堂二要兩罐天堂一 天堂一要 一百罐幸運藥水 跟一個天空 天堂二是最 天堂藥水 天堂藥水 天堂藥水這麼難做啊 很難做啊 所以我們要先做天堂藥水一 然後要做兩罐 就應該要有兩個天空 然後跟杜金和神聖 夭壽 有時候任務可以刷到啦 看你可不可以每天行做任務 第一個是幸運藥水的製作 第二個是速度藥水 第三個是天堂跟宇宙 那幸運藥水基本上 應該是可以不用做吧 要啊 因為天堂跟幸運藥水可以疊啊 是喔 你在抽合單下 這兩個字疊得起來 算了 星座天堂啊 幸運藥水我覺得這個 還有機會可以透過每次任務拿到 好像沒有三可以刷啊 他不是只有時間的差別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有幸運度的差別 他加乘不一樣 火山手套加拉爸手套這種東西 你只要裝著就抽不到罕見 啊對 因為他的那個抽到的好的 太高了 所以爛的就抽不到 這樣的話 我的未定義基本上不需要 對不對 未定義不用 未定義要裝在那個啊 遙控器上面啊 對啊 喔 這個是什麼 這什麼特效 這什麼特效 橫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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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應該沒什麼 那我們先從這角色咧 你說是在哪一個啊 最下面啊 你連哈迪斯都能丟進去 喔 對喔 唉唷 我應該很多東西都可以丟吧 還有誰可以丟 UN的有嗎 UN的就未定義啊 塞塞塞塞塞塞 但這就是星光啊 來吧 但做這個之前 你要先做四個怪怪的遙控器 怪怪的控制器 最下面這個 WIND是什麼 我直接按了 沒差啊 怪怪的控制器 都不是光環啊 這只是素材 只是你的第一個 會比較難拿 因為第一個那個素材啊 它那個 生態域 只會存在八十幾秒 所以你常常一回頭看 欸 生態域出了 然後你逛一下 生態域就消失了 就是比較難就對了 而且這個竟然要做三個喔 做五個 因為你要留一個 可以再刷一次天氣 因為它是拿來刷天氣用的 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講 這一個 要去做破台 好像真的是有點困難 因為現階段 我在波賽東之前 就是 400萬之前的全部都已經結束了 全拿到了 400萬過後 我拿到最高的就只有哈迪斯 所以我現在只有 16個 我就只剩下16個 沒有抽到 其餘的都已經抽到了 而這16個應該超級難抽吧 有些是限定 然後有些是不會出現在 以鎖定那邊 有些是在 像是 祕法那邊會有 三個外觀 為什麼他們都會有不一樣的外觀啊 那些不一樣的外觀要怎麼拿到 那也是用抽的嗎 抽啊 連外觀都是要用抽的 他們就只是那個外觀裡面 比較稀有的變種了 所以這一個遊戲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歐洲人大概不用幾天就可以破台了 非洲人大概一輩子都破不了台吧 那我們這一款遊戲的目標就是 把所有的一鎖定打開就好了 限定的我們不列在此好不好 那以外的我們就盡量的 盡力局盡力局 看這個SORRNG我們到底可以玩到多少 SOR這個劇集的程式 我應該會找時間研究一下來去做使用 那倘若有人是在玩這款遊戲 然後並且想要了解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一下 但我相信啦 假設你已經是一個高級玩家 就是老高玩的話 那你早就應該再用這個程式再掛了 應該不需要雪兔吧 就例如我們在玩那個寵物模擬器的時候 然後一定會用什麼連點模擬器之類的東西 就是你當一款遊戲要開始掛的時候 你必然會去理解一些事情 好啦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在這邊做一個最後的總結 好不好 本次呢 我們依舊再次抽到了一個哈迪斯 哈哈 然後並且呢 我們現在是178000次的點擊 以及我的幸運 依舊還是4.67 然後遊玩時間呢 已經是兩天又11個小時 並且最高E就是6666 就期望著在下一次的這個SORRNG 我可以抽到比這個6666 還要再更高階的 我也希望應該可以在下一次 直接的裝備畢業啊 應該是可以裝備畢業 裝備畢業之後就是開始用藥水來去一次灌 你現在還在用岩漿嗎 什麼岩漿 啊不對 不是岩漿 就是你應該沒有在用拉霸機了吧 拉霸機還是會用啊 它有錢欸 你們的正常光環會打算 擴增到多少個 然後才會換成重力啊 你短時間掛就是帶著重力啊 你是掛長時間我會帶大獎 現在倉庫有幾多啦 46 好多啊 感謝大獎手套 還有每日任務 這倒是 每日是真的要去做一下 好啦那各位觀眾朋友們我雪兔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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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